大家不要急 不要急 大厨房里还在烧呢 吃过饭的就在这里休息 没吃过饭的 等一等 忍一忍 晚餐这个马上就好了 阿星啊 快去备马 爹要到杭州去 不然的话 杭州啊就完了 我们去准备 上下爸淹水了 马上可能过不去 你找几年轻力壮的 也要把老爷回不去 陈老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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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居民都在的 关于胡萨呀 乡亲们请起 乡亲们请起 谢谢陈老爷 乡亲们 我陈元龙 在朝廷为官 在朝廷为官 几十年 处理过无数的政事 没想到 回到故底 封千江决堤 家枪蒙难 陈元龙 愧对枪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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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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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给我搜 住手 放 这老爷 葛老大人 我想起这是什么地方 小的们是奉了巡抚大人的命来搜查他们的 与臣府无关 搜 搜 继续搜 奴才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陈元龙 葛老府 既是奉了浙江巡抚的命令来搜查 理由呢 说出来大家听听 就是 为什么要搜我们 别吵 别吵 安静点 安静 别吵 别吵 洪水进来啊 再拿着你一两个 别吵 吵什么 吵什么 告诉你们 昨天夜里 有人抢了浙江巡抚的府库 几十万两银子 就这么没了 这些银子是干什么的 都是用来修筑堤坝的 这些灾民 灾民呢 你们这些灾民 你这些灾民呢 灾民呢 你们这些灾民呢 灾民呢 有难了 有难了 没饭吃了 房子咽了 非常需要银子 于是就来抢了银子嘛 哈哈哈哈 咱们去哪 到温咽了 我都给了 这是灾民的 那些灾民的 大逼乡 你們想動嗎? 反那樣子, 給我看看 殺!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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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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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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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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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管了 放了他們 放了他們 天大的是老夫一人承擔 好極了 到底是葛老大人 你既然能讓人敲破唐鼓 破罪衙門 自然也有這個膽量 讓人去搶虎褲 真是愛迷如子 愛到連朝廷的法規 都不顧的地步了 好啊 老總 我們老爺要的就是你 你這麼一講 老夫是毛色遁開 那就乖乖跟我走吧 王子 抗戏仁皇帝有旨在此 不得騷擾臣服 這是幾曹幾代的事兒 我等被背 只知道有勳服老爺 不知道有人皇帝 嘿嘿 現在誰給我銀子 我就聽誰的 有奶便是牛嘛 來人呢 走 我帶走 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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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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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 不要再打了 不要打了 陈哥 待会你把受伤的人抬到后方去上药 另外到街上再请郎众来看看 是 老爷 阁老大人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像当年你在朝堂 你喝来喝去 叫谁来就来 要抓谁就抓谁 要谁脑袋搬家 他就不敢留在脖子上 今天有人来抓你了 你的心里是不是也不好受 不许你这样对老大人说话 这是哪跟哪 我告诉你 有话上大堂说去 是不是 郭老大人 老大人当了一辈子大官 我就不相信连自己的辩护词都不会说了吧 老夫老了 不中用了 你们真是够生可畏 长忙夸奖 长忙夸奖 不知天高地厚 也不知明哲宝身 什么 娃娃 老夫是替你担心的 你今天气色不好 当心大祸临头 哥老大人 哥老大人 你别吓唬我 我看您的气色更不行了 大祸就在你眼皮底下 你要装什么算呢 来人 给我靠起来 满 马王 你今天这么一靠 你们庄大人的脑袋就给靠走了 什么 你把老夫一靠 你们庄大人的脑袋就搬家 我们庄大人的后材是太后老佛爷 你知道吗 给我锁起来 是 上来 老爷 老爷 夫人 你怎么急了 过去老爷经常告别人 今天来靠靠自己 这味道还不好受了 你呀你 有什么时候 你还没一句正经话 有正经话 夫人 你给我好好养病 不急不急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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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担心你的身份 怕你熬不住 怎么会呢 夫人 天是青天 能不我冤死在牢里 没有 你从京城逃出来 咱们就怎么逃出浙江寻死大牢 再说 到时候庄大人求我出狱 我还不愿意出呢 你还不愿意 你还不愿意 我还想你来给你再生儿子 哈 陈刚 在 把库房的银两都拿出来 全用掉 不够 再当家产 这一件事 臣府的门口不能饿死一个灾民 是 老爷 就是饿死一个灾民 我拿你试问 是 老爷 乡亲们 大家不要伤心 你们放开肚子吃 老夫的家是吃不尽的 再说 老夫家有二十多人在外乡做官 每人拿出两千两银子 那就够你们吃的了 但是大家记住 吃饱喝毒以后 赶快回到千江江地 等潮水一退 把江地赶快修复 保护家园 乡亲们 这是你们自己的家园 老夫拜托你们了 走 夫人 多保重啊 陈征 败账 走 你这是何苦啊 朕要浙江亚蜀掉十五万两救灾 庄大人 你有没有直接掉到浙江的各个州县去 启离皇上 启离皇上 微臣已经督促他们下发了 没有掉 臣 这正在掉波 庄上马车 在途中 朕要你浙江巡抚雅蜀掉十五万两银子救灾 庄大人你给我掉了几天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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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八 八天 堂堂浙江亚蜀 朕只要你掉十五万两银子 而不是一百五十万两银子 你怎么掉了八天 你是不是库腹空虚了你 是不是 用得给我突击修起孤山行宫了 说 是 你这就是置镇于不仁不义的昏君之地呀 庄大人 皇上 皇上 臣斗胆一句 朝廷波的水利专营 嘉兴府 邵兴府 他们的钱粮都到哪儿去了 那要问你呀 邵家二府是归你庄大人管的 你倒问起朕来 现在真要问的是 十五万两救灾银子是你的事情 各司其职 各究其责 有禁即职 有令即行 你堂堂的浙江巡抚庄大人 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吗 朝廷大愿如此 就更何况各州县官员 更是山高皇帝员 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是不是 你浙江巡抚服衙门并不是没有银子的 是不是 是 还是你舍不得掉出去 是不是 是 不是 皇上 是 在门门门抢了 为首的是 陈元龙阁老大人的小公子 陈邦国 陈阁老府 缺银子花吗 你让朕怎么信你庄大人的话呀 陈以为啊 陈府想推翻朝廷 兴兵作乱 缺少军想 于是 你给朕跪下 皇上 陈元龙 乃内阁大学士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七老八十了 他要做皇上 这 待明日审了陈元龙之后 便知详情底细 走 你把陈阁老大人 给支补了 是 现在押在浙江巡抚大牢 罪名是纵容包庇 赵慧 这是他的顶带花铃 押至浙江巡抚大牢代审 是 皇上 皇上 提驾 浙江巡抚大牢 皇上 皇上 你还没喝茶呢 你喝完茶再走啊 皇上 请请请 吃鱼多吃点啊 皇上驾到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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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酒杯拿走快 谢皇上 谢谢皇上 坐 我出来 zur 请坐 好 陈元龙兜胆欲前告状 皇上 陈元龙状告浙江巡抚庄有功 玩忽职守 扣押朝廷下坡水利专淫 致使百里江堤处处崩塌 千亡良田沦为汪洋 房屋倒塌无数人处死亡 塞后不思政绩 以用酷银嫁祸百姓 反逼灾民造反 亦再逃脱罪责 元龙叩请皇上以江山为众 不管其爵位高下 触犯行律者即与庶民同罪 朕准奏 李卫大人 臣赞 速速将庄有功传着浙江巡抚府大堂 朕要亲自审问 是 谢皇上隆文 退下 你们都退下 是 退下 是 老大人 快请请 快请请 老大人 坐 皇上请坐 朕坐 老大人坐 老大人 皇上 你为朕为朝廷受苦分拥了 老夫虽想替皇上分拥 但也是一脚天涯 淡丸之地 区区辛劳 不足以影响大局 千里江山万里江域 才是你皇上辛苦忧虑的事 朕 朕 朕没有当好这个皇上 当了一个平庸的皇上 老夫斗胆认为 皇上 皇上 你再访学圣皇祖康熙爷 恩责天下 然后流芳百世 传送千古 皇上心灵的深处 再嫌恶你的先父 世宗皇帝 严刑固正 以权术心智而定天下 皇上不屑为之 而皇上要的是 坦荡人生 功德兼备 如芙蓉出水 亭亭玉立 此臣不然 你把自己降到一个文人居士的水准上 去官室朝政 皇上不平庸 但又有何作为 戈老大人 皇上 仿佑不及啊 皇上 你不及圣皇祖康熙爷 穷才大略 挥斥方求 天资聪盛 功德彪力 你也不及你的先父世宗皇帝 洞察事变 骚荡险恶 穩中有猛 猛中有病 撼动天下生灵 左右人间阴阳 皇上现在左右观瞻举齐不定 正无宽奏 法际搜信 官场腐败 贪慧之风盛兴 有令不刑 有禁不止 徒虚名而望时政 弥私情而弃大义 于是何来高远之心 将天下装在心中 想要当地人家于是否 最后辞不见 卡王废 在命中 你会再讨计 此生腺 你已作出 호治我 编队 一个帝王的事业 风云奔涌 大门的狼烟 他的战车要粘出一条呆血的道路前进 他的号令裹挟着漫天的枯声 他的屠刀要劈开阴谋的误碍 他驾驭的航船颠簸在灼浪之中 他扩大的心灵 避免不了要忍受着善与恶的煎熬 他的一切决策 决策 他的进退取舍 他的喜怒哀乐 一连着四个沉甸甸的大字 江山为重 让他再也来 其变皇上 庄有功昨天在盖中又哭又闹 Hmmm 把他带上来 喳 来人呢 代罪犯 庄有功 庄有功叩见五皇万岁 庄好了 把方向搞对了 今天是本老爷审案 坐过来 快快快 我说庄有功 我说你行 你今儿个 是进见万岁爷来了 还等这万岁爷对你说一声 庄有功 爱亲 提身 你的小脑袋瓜子不灵 今天 你已经不是什么朝廷的三匹大员 而是一个罪犯 你知道吗 非旨之罪 错在没有率众抗助天灾 天灾 好一个天灾 难道就没有人祸了吗 庄有功 我说我们俩就不要耍嘴皮子了 你说好不好 你就说一件事 就一件 朝廷给他六十万两银子 你给放到哪去了 你只要说完 你就走人 还是回去 到知府大堂做你的官 审你的案 你要是不说呢 六十万两水利专营 四十八万两以下拨各州县 问师爷 问各知府 知县聚之 海宁平湖各有五万两 海盐七万两 还有还有 还有那十二万两呢 还有十二万两库存备用 是不是那天 两人给抢了 李大人明知故问 行行行行 等等啊 让我算算 四十八万两 再加上十二万两 哎呦 真是六十万两呢 来人啊 把他的链铐给我解了 这 大胆的巡抚事业 我想你应该知道 这六十万两银子到哪去了吧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 也是让人给抢了 是抢了大人 你不说实话 没有啊 大人小的真的不知道 巨峰将至 龙朝冲暗 那夜 你把该下发的银子 怎么又放到枯里去了 小的真的不知道 小的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啊 大人 你不知道 本老爷爷今儿个可是盯上你了 你不是什么朝廷的命官 我今儿个就好好的跟你玩玩 我说师爷 你真是居心叵测 你是故意让我们大清朝的江山国土 让海水给出两个窟窿 让皇上和太后老佛爷瞧瞧 让皇上和太后老佛爷听到的不是笑声 欢呼声 而是哭声讨饭声 就凭这一条 本老爷我就可以把你 拉出去砍了 大人 大人 饶命啊 来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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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有功大人 只给各州县拨了二十万两白银 还有四十万两 没有拨下去 皇上饶命啊 来来来来 别笑 跪好了 抓过来 饶命 饶命 别走花牙 饶命 我花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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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牙 我花牙 我花牙 那天赢两倍抢之夜 本都微服私访 别的我倒什么也没看见 可是我就看见了你 是你 带头抢劫银两 来啊 给我拿下 不是的 不是小子带着头 大伙都去了 他还有他都去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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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万两 用在修起孤山行宫了 还有十七万两 已调出浙江了 你的错就错在没有把大清江山放在心中 没有把云云百姓的生命放在心中 还是把你的前程放在一切之上 所以造成浅江决地灾情惨重百姓伤亡过千 上先祷亲 上先祷亲 你错了 你大错特错了 朕还是给你一次机会 你只要把调出浙江巡抚的十七万两水利专银的来龙去脉 我现在讲清楚 朕还是责令督察院 对你从轻罢了 十七万两水利专营 壮有功没有调出这件来 侄爷所共之壮 皇上切不可惊心 看来你是不给朕面子 去年两江总督府大堂上 你亲押儿子府法 告知朕应判斩立决 朕看你老是一时一身浩然刚正之气 于是案情不加追究 礼部述职朕没有为难你 还是放你回了浙江 御书房朕召见你 一番语重心长 你却当成了耳边风 春风一度 是什么事让你一改常态 言不成治不忠了呢 说 臣 臣 臣恳求皇上 放臣去杭州水寺 迎接太后老佛爷大驾光临 然后臣 臣一切就能向皇上说清楚了 大上老佛爷一切一个个都恃处而骄了 你还想去水寺迎接太后大驾光临? 不必了 不必了 朕一般照 老佛爷观赏湖光山色 竟是重劳盛心 严禁各省府官员将不愉快的事情 禀告老佛爷 你见不到他老人家了 那臣恳求皇上将庄有功押赴都察院代审 你还想去京都代审? 让军机处的大臣保护你? 此事京都路途太远 你哪也不必去了 李卫大人 臣在 蒋庄有功斩立决 臣遵旨 来啊 蒋庄有功押下去 斩立决 这 皇上 皇上 走 我是为了皇家的面子呀 走 皇上 你要三思啊 快去看哪儿杀人了 快去看哪儿杀人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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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杀了他 老伯爷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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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来 停下 停下 什么事啊 老爷 皇上下了赠子 把庄有功的头砍了 是吗 是 老爷 你真神哪 老爷 你可真神哪 我老爷这脑子没老吧 没老 走 老夫人 老夫人 老太爷回来了 夫人 夫人 你怎么了 老爷 你回来了 谁把你放回来的 他们能把我两朝元老怎么样 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你怎么病成这样 你担得什么心 不是的 老夫认识呗 丫头 别说了 出去 是谁把你放出来的 是李卫大人吗 他有什么资格放我 你猜猜看 在这里 是我们的儿子 出京了 你这个脑子还管用 很管用 天下救你行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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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老夫人 怎么了 有什么事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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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来看我了 嗯 皇上马上就过来了 老夫人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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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灯 多点击盏灯 让我好好尝尝皇上 老夫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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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来, 皇上, 一年多没见, 我好想你, 让我好好看看, 你是不是受不了, 坐下, 坐下 老夫人, 您怎么病了呢 皇上, 看样子我的病是不会好了, 再见了皇上, 我就是死了, 也可以瞑目了 老夫人 这都是天意呀, 皇上, 你说是不是 是啊 老夫人, 朕已经派人去接太医令, 祝杭州府马上派一位民医过来, 他们明天就到, 老夫人的病一定能够好起来的 好 您就放下心吧 好 您千万要放心 皇上, 老师和阁老大把余娘给嫁出去了 当时余娘是不肯嫁的, 她心里只有你呀 可是, 你们没有龙凤之缘 她即使, 戈老夫的千金小姐, 那就是, 那就是汉人的女儿啊 按照宫中的规矩, 是不让皇上您, 那汉人的闺女, 为妃的 皇上, 许多事, 属命啊, 都是天定的命啊 善了天意, 方为极限 于是天定的命啊, 方为极限 不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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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老大人 葛老夫人做的事情 总有你们的道理 孩儿 是不会怨恨你们的 皇上 余娘的夫须叫蒋伯 人贫老实 人才出众 皇上到时候能不能试试 给她个一官半职 也算对得起余娘 对得起老佛爷了 好 好 孩儿 找办就去了 还有 冲击浙江巡抚衙门 杀千总 调了庄大人的师爷 那都是 帮国二干的 夫人知道这个祸 老夫人 闯达 你 你 皇上 能不能忘开一面 饶了我们这个 不争气的儿子 这 这不为难你吧 以过法而论 煽动灾民造反 冲击朝廷官复衙门 罪不可赦 老夫人您放心 朕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你这么说 我也就放心了 老夫人 莲子粥来了 您起来喝点吧 您已经两餐没吃东西了 我这毒子好像不会饿一样 你就放着吧 慢着 老夫人不吃东西 朕于心何忍呢 这样吧 老夫人 阁老夫电荡家产 救济灾民 修复强堤 实事为朕派忧解难 朕无以为报 这碗粥 就让朕 为您吃了吧 老夫人 您看看 皇上都为您吃饭了 您的胃口还不开 还不想吃 说也奇怪 我这肚子怎么就饿了呢 好好好 朕来 朕来 你朕来 老夫人 这还是朕 第一次孝敬您老人家的 又一次就够了 你再写 臣无法抵抗老福爷一致 虽将十七万两银票分几次送往京城 据说老佛爷是用来修弃顺天府的 物贞安和娘娘庙了 之时酬盈不足 将低未保 百姓流离失所 财产生命损失惨重 臣知过知罪 皇上您瞧 臣这字实在是有点 你说这蛮弄过老佛爷 没事 就这样写吧 但凭天而论 但凭 凭 皇上 凭 你该读读书了 哦 别别别别别 但凭天而路 七分过在太后 三分错在碑纸里 七分过在太后 三分错 不错 好了 明日正要视察江堤海棠 你去杭州水资迎接太后和皇后 臣遵皇上之意 请问皇上明天驻碧哪里 还是诸盛盈寺吧 皇上 这仁皇帝的孤山行宫 不是已经多休息好了吗 你说这空着也是空着 一尘看您是不是 啊 还是让他空着 好 好好好 空着 抓住他 皇上 小心啊 快 快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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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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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请禀皇上 我们发现四刻 四刻没抓到 请留下这个 请皇上过目 皇上 请回看东家 紫虚老大 你找朕来了 这西湖的眉睫 真是无看不知道风光美丽如雪啊 李大人 臣在 你呀陪哀家游玩 哀家要是玩得高兴了 哀家就让皇上赏你 让皇上早些把你调到军机处去 这么去京都不乐意 不 回太后老爷的话 皇上有耻 要让臣尽量地陪老佛爷玩得高兴才是 老佛爷怎么叹起气来了呢 再看下去啊 哀家是真的不想京都了 那才好呢 我们呢就跟着老佛爷一块住在杭州算了 怎么不见浙江巡府 庄有公大人来接驾 回太后老佛爷的话 那庄有公大人 他陪着皇上去视察前江大帝了 怎么 前江大帝出事了 没有 托老佛爷和皇上的红服 咱们那个前江大帝 他是他是那个 顾 顾若金汤是吗 对对对 就是那个成语 要好好地读书 李大人 尊太后老佛爷遗旨 尊太后老佛爷遗旨 好好地说 一定好好地说 老佛爷 您看 您看 真好 跳得好 来啊 赏银子 别跳了 老佛爷 老佛爷说了 给大家发银子 谢太后老佛爷 罢了罢了 那边亭台楼阁的 是什么地方 李大人 这 这 倒是个雅静的去处 李大人 您是两江总督 怎么连西湖的地名都喊不出来 可见李大人整日忙于政务 很少到湖中来玩的 是 臣忙于公务 再说也没那个闲工夫 图 拿图来对照看看 不就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吗 老佛爷 我去给您取家 不用了 是 阿家想起来了 孤山 那前湖后湖 一滴分 是白滴啊 李大人 臣在 圣祖仁皇帝 当年南巡的时候 他老人家的行宫 好像就是建在这孤山脚下 哦 哦 是 那是孤山行宫 老佛爷 您是喜欢住在圣殷寺呢 还是喜欢住在先皇帝的行宫呢 啊 住在那儿 呃 呃 不愿 不去了 哎 李大人 你知不知道老佛爷要下江南呢 那怎么呢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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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既老佛爷 见量 这不怪李大人 这前塘江堤吃井 把钱都用在江堤上了 这易于黎民百姓 利于朝廷啊 这李大人 何罪之有啊 谢太后老佛爷 只是 哀家不知道 仁皇帝修的行宫 是个什么模样 亭台楼械 小桥流水 一定 极具江南的 运质 太后老佛爷所言极是 的确是极具江南 雅运 老佛爷 要不您先起驾 到圣祖仁皇帝的行宫去看看吧 老佛爷去看看 那就去看看吧 那就去看看去 太后老佛爷 您看这西湖上的井质颇多 咱们是不是先去游玩几个井质 然后再去孤山行宫不迟 李大人 老佛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李大人 没准 这儿你是把先皇帝的行宫 做了自家的别愿了吧 这儿说不准 咱们查查他去 老佛爷起驾 先皇帝行宫 这南方的井质真好啊 老佛爷您在看这儿 不错不错 你看这儿 这儿真是太美了 是是是 老佛爷您看 一池的红颈鱼都在迎接太后老佛爷您呢 这儿真是 这女有灵性 然后可以成龙 老佛爷您看这行宫的庭院不是修其兴了吗 老佛爷这不现成有戏台吗 哪儿啊 不看了 不看了 起驾 起驾回京都 哀家现在就回京都去 老佛爷 老佛爷 李大人 也真是的 这么好的地方 你不让皇上住必在这儿 让太后老佛爷住得舒服一点 歪得开心一点 怎么让我们住在圣英寺 跟君和尚住在一起 这成何体统啊 这这这被之实在不知道啊 老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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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你这是欺君之罪 是 李大人 臣在 你是想把仁皇帝的行宫 作为你李大人的别愿养些歌楼女子 那倒是天堂美景了 老佛爷 我实在是冤枉 太后老佛爷 您消消气 皇上啊 一定不知道这儿已经休憩心了 所以 所以就让我们住必在圣英寺了 如果皇上知道有这么好个地方 他自个儿为什么不住在这儿呢 这么说来 是李渭心中有鬼 李渭 老佛爷 我 好了 李大人 太后老佛爷不回去了 你派人到圣英寺把我们随身物品都拿过来不就行了 这 还有呢 给老佛爷请个细班子来 对 就这么着吧 李渭 臣在 老佛爷今天是第一天游西湖 就游得如此扫兴 这以后啊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李渭 李渭 也辛苦你了 快去办吧 臣 尊敬 老佛爷 您消消气 您看 一群红锦鱼又游过来了 你 和书总督高靖曾与郑说过 海潮出陆原有三路 南岸上渝为一路 近北岸海宁为一路 两路之间又有一中路 尚渝沙滩淤枫 红巢一致 南岸被封闭 谁是全区北岸 害您的江堤就吃惊了 支离前江 少亲加薪 还有杭州府 是要合力统筹为好 海棠之内 且属寸土寸金之地 诸位大臣都看到了 江堤亦有充决 明命攸关 且卢水一入 数年之内必是颗粒无收 朕决定免收家少二府三年的税量 朝廷可是做出重大的损失 谢皇上隆恩 但朕要尔等三年之内 铸成五百里坚不可摧的堂地 再也不能出现今年的惨状 臣等遵旨请皇上放心 你看看 你们看看 这么多年的治理 千江还是一条沙泥堂 是改柴堂还是诗堂 争议未决 就是这样 好一个争议未决 你们都像宋朝的官员了 抵抗还是义和 义和还是抵抗 争来争去 争了十几年还是争议未决 结果呢 结果亭义未决 京兵已经打过黄河 打到汴京了 皇上圣语 皇上 皇上 请兵皇上 皇上 陈老夫人她 她先逝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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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